各位朋友大家好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关注最近的尾巴冲突 看到这么多的平民被挟持被枪杀 一定觉得非常的痛心 伤感的同时相信大家也很想知道 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 这样不眠不休的争斗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如果翻看历史 当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 也就是阿拉伯人 他们之间在很久以前 曾经是同宗同源的兄弟 那么会更使我们觉得奇怪 这几千年来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沉重的话题 让我们一起试着去揭开 这千年夙愿的历史面纱 以及巴以冲突的前世今生 要想说清这场夙愿 我们就先要把目光放的更长远一些 放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的名字叫亚伯兰 他生活的年代是在公元前2100多年 对应于中国的朝代 就是传说中的下朝 亚伯兰那时候生活在乌尔城 乌尔城是位于现在的伊拉克南部地区 那时候正处在两个流域的苏美尔人的统治期间 亚伯兰并不是苏美尔人 他是陕米特人 相传诺亚的儿子陕就是陕米特人的祖先 所以亚伯兰也是诺亚的后代 关于陕族人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他是来自于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 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来自于非洲的撒哈拉 但在六七千年前 撒哈拉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沙漠地带 而是水草北沃之地 等逐渐沙漠化以后 人口才从那里不断的迁出 亚伯兰和他周围的人都不一样 周围的人都是多神教 祭拜无数个神 而他只敬拜耶和华唯一的神 所以按照圣经的旧约记载 神很喜悦亚伯兰 有一天神居然来到了亚伯兰的家中 与他一起到市外去看星星 那时候亚伯兰已经将近百岁 但仍然没有儿子 按照当地的法律 如果没有儿子的话 那么他所有的家产都将由自己的管家来继承 亚伯兰当然不希望这样 所以他希望神能给他赐一个儿子 这一天神带着亚伯兰看着天上的群星 对亚伯兰做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 看天上的繁星吧 将来你的子孙将和天上的繁星一样 亚伯兰听了以后深受感动 他望着神问道 神啊你能告诉我 这话你跟多少人说过吗 神也望着亚伯兰拍拍他的肩膀 对他说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多 跟大家开个玩笑 有宗教信仰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生气 我这里并不是武力神 只是想表达亚伯兰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 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 神的形象是庄严的 但有些朋友可能忽略了 神更有他慈爱的一面 作为天父 作为一名慈父 偶尔和自己的孩子们开开玩笑 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神许诺亚伯兰将有儿子 那时候亚伯兰已经将近百岁 他不敢相信这个承诺会变成真的 他的妻子萨莱一直没有生育 这时候也已经年事已高 不大可能生育了 所以萨莱就把自己的埃及使女夏甲 送给了亚伯兰 让他被亚伯兰繁育一个后代 夏甲果然怀孕 但知道自己怀孕以后 夏甲觉得自己的地位提高 对他的主母萨莱颇有不敬 造成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恶虑 后来在夏甲生下一子以后 萨莱就怂恿亚伯兰 让他驱逐他们母子俩 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 就将夏甲和他刚生下的儿子 以时玛丽轰出了家门 夏甲母子二人 后来是在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地带 安居了下来 在夏甲被赶走之前 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也终于实现 萨莱为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以萨 就是欢笑的意思 老来得子当然是欢笑不已了 在旧约圣经中并没有记载 夏甲和以时玛丽以后怎么样 圣经对以时玛丽 这位亚伯兰的庶长子 也做了一个预言 说他为人必向野驴 他的手必攻打人 人的手也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 后裔极其番多 甚至不可胜数 之所以我们要提到夏甲和以时玛丽 就是因为以时玛丽是后来阿拉伯人的祖先 至少阿拉伯人是这样认为的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 就自认为是以时玛丽的后裔 那么既然以时玛丽被阿拉伯人视为始祖 那么在古兰经中关于这段经历 又是怎么记载的呢 在古兰经中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物 在古兰经中都有所出现 不过名字会有所不同 在古兰经中亚伯兰后来被神改名为亚伯拉罕 他的名字叫伊普拉辛 而以时玛丽在古兰经中的名字叫伊斯玛伊 在古兰经中夏甲并不是小妾 她是亚伯拉罕的平旗 而且亚伯拉罕也没有遗弃他们母子 在古兰经的记载中 亚伯拉罕还与伊什玛利一起建造了科尔白 在旧约圣经中记载说 亚伯拉罕为了表达自己对神的虔诚 曾经决定要献祭自己的儿子伊萨 而在古兰经中并没有明确说 要献祭的是伊萨还是伊什玛利 很多的穆斯林的评祝者则认为 亚伯拉罕决定献祭的是伊什玛利 穆斯林评祝者这样说也有他的道理 既然夏甲与萨拉都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是平妻的话 那么伊什玛利就是亚伯拉罕的长子 要献祭给神当然是要有长子 虽然旧约圣经与古兰经 在这件事情上的记载上有所出入 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 伊什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那么伊什玛利的后代阿拉伯人 与伊萨的后代也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是同宗同源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 就是亚伯拉罕 咱们先放下伊什玛利这只不说 先来说说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 伊萨以及后代如何繁衍生期 如何发展成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以色列人的亚伯拉罕这时候 已经遵照神的指示 离开了他以前居住的乌尔地区 举家迁到了神的应许之地迦南 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 伊萨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伊嫂 一个呢叫雅各 两个人为了长子之位经常是争斗不惜 后来雅各离开了家 搬到了哈兰 就是现在的叙利亚 与他的舅舅一起居住 在这里雅各与四个女人 生育了十二个儿子 一个女儿 这四个女人有两位是他的妻子 两位是妻子的使女 他最宠爱的妻子叫拉杰 雅各的身体应该非常强壮 有一次这竟然与神摔跤 神居然还摔不过他 后来无奈之下 神耍赖 摸了雅各的腿一把 从此雅各的腿就瘸了 神或者天使耍完赖以后就想走 雅各这时候就抱着他的大腿 说你不能走 不赔钱绝对不能走 这不是雅各说的 这是碰瓷的说的 雅各说的是你必须要给我祝福 否则我不会让你走 于是神或者天使就给了他一个祝福 说以后你就不要再叫雅各了 你叫以色列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神摔跤者 神当时摸雅各的部位呢 是在雅各的腿窝部 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屠宰牲畜的时候一定要挑断他的脚筋 他们也不吃大腿窝的筋 因为他们认为那是被神触碰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 在中国古代 犹太人也曾经来到中国 因为他们大都戴着一个蓝色的小帽 所以呢 当地人称他们为蓝帽回会 因为当地人也无法区分 他们与回族那些人的区别 而他们自己呢 则自称为依次乐业教徒 依次乐业 听起来就是以色列 而当时的老百姓因为对他们的宗教了解甚少 所以就干脆称他们为挑筋教 就是因为他们挑断牲畜绞筋的这个习俗 那么这些犹太人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 这方面的说法不一 有人说从东汉汉明帝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通过丝绸之路就来到了中国 但大规模进入中原的应该是在北宋时期 大家知道犹太人善于经商 而在中国历朝历代中 宋朝是最重视商人的 商人的地位在宋朝也是最高 所以北宋 特别是宋徽宗时期 大量的犹太人就进入了中国 他们就定居在北宋的都城开封遍良 他们的组长还被宋徽宗赐予了国姓赵 没错 犹太人也姓赵 当时的北宋对犹太人没有任何的歧视 他们可以经商 可以参加科举 也可以做官 除了照姓以外 他们还有的改姓姓礼 姓识 或者是姓爱 相比于同时期 在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 在中国的犹太人还是非常幸运 到了明清两朝 因为这两个朝代呢 大部分时间实行闭关索国的政策 在中国的犹太人就断绝了 与他们本民族的联系 然后慢慢的 他们本民族的宗教文化 甚至是语言西伯来语 也已慢慢的消失 完全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 现在的一些中国人身上还具有着犹太人的血统 虽然他们在体貌上已经看不出任何犹太人的特征 据金灿荣先上考证 前总书记赵紫阳就有犹太血统 好了 咱们再回到以色列人的发展史 雅各最宠爱的儿子 是他的第十一子 叫约瑟 约瑟是雅各 与他最宠爱的妻子拉杰所生的第一子 但也正是因为雅各的宠爱 指的约瑟引起了他其他的那些哥哥们的肚恨 最后那些哥哥们和毛将约瑟卖到了埃及 然后回来告诉雅各说约瑟被猛兽吃掉 约瑟很有智慧 他被卖到埃及不久 竟然就做到了宰相 后来他也原谅了他的哥哥们 再后来迦南之地发生了大灾荒 雅各就带领着全族人来到了埃及 约瑟接待了他们 并让他们在埃及安居了下来 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迁居到迦南之地以后的第一次离开 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几百年以后 以色列人在埃及起初过得很好 但后来由于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 威胁到了埃及人的统治 埃及人就开始防范他们 并将他们视为奴 再后来约瑟的子孙中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将他的族人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 这就是旧约中所记载的出埃及记 这个伟大的人物就叫摩西 摩西要将以色列人带回神应许之地 迦南之地 在半路上摩西就去世了 真正将以色列人带回到迦南之地的是约书亚 以色列人在埃及总共待了430年 所以等他们回到迦南之地的时候 这块土地已经换了新的主 新的主人是一个来自于海洋的民族 菲利斯丁人 于是以色列人就开始与菲利斯丁人交战 当时以色列的十二支姓是各自为战 所以打不过菲利斯丁人 在这种情况下 十二支派终于联合在了一起 并且推出了一名他们公认的国王 扫罗 扫罗也就成了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第一位国王 扫罗是一个开明的君王 他抵挡住了菲利斯丁人的进攻 奠定了以色列王国统一的基础 但是到了后来 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以色列人的不满 而此时 尤大部的大魏逐渐崛起 后来在扫罗阵亡以后 大魏成了以色列王国的第二位国王 大魏王 大魏英勇山战 他有一个非常坚固的盾牌 他的盾牌上印着一颗六芒星 这颗星后来被称为大魏之星 现在以色列国旗上的六芒星就是来源于此 大魏王之后就是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执政期间 以色列王国达到了巅峰 以色列人本来就善于经商 而他们现在所在的迦南之地 位于西亚和北非的交接点 而且又临近地中海 这得天独厚的地质条件 将以色列人做生意的天赋 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们也是赚的盆满钵满 这三位国王所处的历史时期 大概是相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 在中国的历史中 差不多是处在西周的周成王与周康王这段时间 所罗门王的后期大兴土木生活交涉 王国也逐渐衰弱 后来王国一分为二 北边叫以色列国 南边叫犹大国 从那以后 以色列人就算是交上了厄运 北边的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所灭 一百多年以后 南方的犹大国被新巴比伦帝国所灭 而且王国以后 巴比伦人还强迫全部的犹太人 迁往巴比伦 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 犹太人被大规模的驱离本土 他们离开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迦南之地 不过好在呢 这次时间并不长 后来波斯人打败了巴比伦人 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 允许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土 所以以色列人又回来了 迦南之地确实是一个好地方 圣经说是留着奶与蜜之地 但同时它也是一块是非之地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所以每一次欧亚大陆一个新帝国的崛起 都会使得以色列人再换一次统治者 波斯帝国以后就是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以后就是托罗密以及塞留古王国 到最后就轮到了罗马帝国 在罗马帝国统治期间 这块土地变成了罗马帝国其中的一个行手 以色列人不满罗马人的暴虐统治 他们先后几次发动了起义 罗马人镇压了这些起义 并且在公元一世纪将所有的犹太人驱离本土 让他们永远不要回来 公元一世纪前后 幸存的犹太人被迫离开了 他们和他们的祖先 已经生活了1300多年的巴勒斯坦地区 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1800年以后的事了 再后来罗马帝国分裂 分裂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这个地区就被东罗马外战亭帝国统治 然后又是萨珊波斯帝国 终于在公元七世纪迎来了他的新主人 阿拉伯帝国 以时玛利的后裔 阿拉伯帝国在这个地方大概统治了四五百年 然后就是十字军东征 这个地方在天主教和穆斯林之间是多次异主 到了公元13世纪 蒙古帝国横扫阿拉伯地区 这个地方统治者也变成了蒙古人 短短四十年以后蒙古人走了 到了公元1516年 土耳其人来了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统治这个地区 奥斯曼土耳其人虽然也是信奉的伊斯兰教 但是呢 他们毕竟是突厥人 对当地的阿拉伯人并不是非常的友善 这段时间呢 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中称作突厥之故 当时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不仅仅有阿拉伯人 还有一部分的犹太人 因为在公元五世纪之前 犹太人是不能回到这个地方的 而在这之后呢 这方面的限制就放松了 小部分的犹太人已经慢慢的迁回到了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纠纷 毕竟大家都是客人 真正的主人是土耳其人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了19世纪末期 19世纪末期在欧洲 特别是俄国 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迫害 随着迫害的加剧 犹太人更加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西安主义也就应运而生 所谓西安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小山 所以西安就是代表着以色列这块土地 但在最初选择建国的地点的时候 并不是首先考虑的巴勒斯坦 而是其他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非洲的乌干达 后来他们还特意组织了一个代表团 到乌干达实地考察 结果代表团成员们就被狮子吓回来了 他们一致认为去乌干达不是建国 而是送餐 最后西安运动的领导人们 还是决定要到巴勒斯坦 他们祖先曾经居住的地方建国 这个地方现在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 西安运动的这些领导人们 他们在欧洲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比如说化学家魏兹曼 罗斯查尔德家族等等 但是他们的能力影响不到土耳其人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战爆发了 一战期间英法俄组成了协约国 而德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则形成了同盟国 两大军事集团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肉搏 英国人在加利波里之战中 又遭到了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 此次战役英国人损失惨重 这场战役以后 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被引咎辞职 土耳其方面也诞生出了一名英雄 就是后来的土耳其国父凯默尔 而在这场战役中死去的英国士兵 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士兵 为了纪念在这场战役中死去的澳新士兵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将每年的4月25日定为了澳纽军团日 在遭遇到了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以后 英国人希望能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部打开缺口 所以当时英国人就与奥斯曼帝国内的阿拉伯人取得了联系 希望他们能够发动阿拉伯起义 当时负责联系的英国方面的代表 这个人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他叫麦克马虹 就是那个刊定中印边境麦克马虹县的 那个亚瑟亨利麦克马虹 他与当时阿拉伯的宗教领袖 本阿明侯赛因 在1915年和1916年期间通了十几封信 最后呢拟定了一个初步的协定 简单的说就是英国支持阿拉伯人独立建国 但是将来阿拉伯王国的国界并没有明确下来 而条件就是阿拉伯人要发动大起义 英国人不光需要阿拉伯人的帮助 他还需要资金上的支持 而这方面来自于犹太人的资金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知道犹太人善于经商 所以他们在欧洲的这些年里头 有很多人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他们也已经进入了欧洲的上流社会 比如说罗斯查尔德家族 以及化学家魏兹曼 当时魏兹曼发明了一种叫秉铜的东西 可以帮助英国人制造更多的火药 这些都是英国人迫切需要的 在魏兹曼罗斯查尔德家族的游说之下 以及英国希望犹太人的资金 不要投入到同盟国方面 所以呢在1917年 英国方面就发布了贝尔福宣言 贝尔福是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 在他写给罗斯查尔德家族的一封信中 表明了英国的立场就是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 在这封信中英国人做了一个文字游戏 他并没有说支持犹太人建立一个state 而是说建立一个national home 而national home这个词在以前的国际法中从未出现过 贝尔福宣言公布以后 就有更多的犹太人从欧洲迁往了巴勒斯坦 可是这样一来 阿拉伯人不敢 阿拉伯人举行了大起义 牵制了奥斯曼帝国 但他们认为英国人并没有兑现承诺 让他们能够独立建国 除了这两份协定以外 英国还与法国俄国一起签订了另外一个协定 也是针对巴勒斯坦地区的 而这份协定所表达的意思是英法俄瓜分巴勒斯坦地区 留下很小的地方给阿拉伯人让他们建国 而且还要在英法两国的监管之下 阿拉伯人完全不知道这个协议的内容 但到了1917年 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取得政权的苏维埃退出了一战 并且公布了他们与法国英国签订的这个协定 当时阿拉伯人非常愤怒 以前有部电影叫《阿拉伯的劳伦斯》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 说的就是一战期间 发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事情 当时劳伦斯是英国的谍报人员 是英国帮助阿拉伯人举行大起义的 在片中 劳伦斯也斥责当时英国的那些政客们 说他们不守信 阿拉伯人惹不起英国人 就将他们的愤怒 发现到了迁入此地的犹太人身上 从欧洲迁过来的犹太人 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身家 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就开始从阿拉伯人 或者是政府手里购买土地 阿拉伯人对犹太平民的攻击 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一战结束以后 巴勒斯坦地区成了英国的托管地区 当时考虑到阿拉伯人的剧烈反应 英国人也退让了一步 说五年之内只允许七万五千人 犹太人迁入 如果多了的话 由阿拉伯人决定是否允许 他们迁入这个地区 同时英国人许诺 在合适的时间支持阿拉伯人 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时候已经是1936年 而这个时候在德国 纳粹正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 因为迁入名额的限制 有些好不容易从欧洲驶来的 载满着犹太人的船都到了海法 但是因为超过了人员的限制 仍然不允许他们登陆 必须返回欧洲 返回到了纳粹的魔掌之中 为此呢 英国方面在国际上 也背负了很多的骂名 从这点上可以看出 当时英国人还是比较偏向于阿拉伯人 但是即使这样的条件 仍然不能使阿拉伯人满意 他们的要求很简单 赶走所有的犹太人 随后二战爆发了 当时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 一个叫阿明侯塞尼的人 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决定 他为了赶走犹太人 而寻求当时纳粹德国的帮助 并将阿拉伯人绑在了希特勒的战车之上 此举也大大激化了阿拉伯人 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 犹太人可是被纳粹害惨了 阿拉伯人居然与纳粹结盟 1941年他亲自去柏林觐见了希特勒 甚至向希特勒建议 在德军占领耶路撒冷以后 要灭绝那里所有的犹太人 此举的后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二战结束以后 德国战败 在1947年 国际联盟通过了决议 将巴勒斯坦地区一分为二 但人数较少的以色列人 占有了更多的土地 而人数较多的阿拉伯人则相反 阿拉伯人觉得不公 可是他们似乎忘记了 在二战时 他们站在了失败的一方 此时也是他们应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那么以色列人呢 以色列人怎么会突然得到了 英法这些强国的特殊的眷顾呢 我想呢 这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就是二战期间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 犹太人的遭遇 引起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广泛同行 在这之前 欧洲各国普遍反犹 并不是只有俄国 在二战以前 犹太人确实是欧洲不受欢迎的人 这方面原因很多 比如说犹太人喜欢放高利贷 还有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 有人认为是犹太人传染的 总之 欧洲只要出现了什么坏事 背锅的总是犹太人 但是在纳粹对犹太人实施 种族灭绝政策以后 整个欧洲对犹太人的看法彻底改变 犹太人赢得了全欧洲在道义上的同情 而遭受过纳粹人迫害的犹太人 更加的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所以在一战期间 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只有差不多六万多人 而到了二战以后 大批的犹太人开始涌入巴勒斯坦 再一个就要说犹太人对他们这个民族的执念 犹太人被驱逐到世界各地长达一千八百多年 这么长的时间内他们仍然能够保持他们的文字 语言以及他们的宗教 这个其实是很难想象的 很多移民的朋友都知道 自己的孩子就是移民第二代 可能呢还会一点中文 到了第三代呢读写肯定是不行了 那么一千八百多年又是多少代呢 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仍然保留自己的文化 除了宗教的力量还能有什么呢 犹太人互相问候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 明年耶路撒冷见 他们从来没有忘了有一天他们要回到神应许之地 在犹太人的婚礼仪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要新郎用脚踩碎放在地上的一个玻璃杯 意思就是告诉这对新人不要忘了圣殿被毁 也是提醒这对新人要将耶路撒冷置于自己的最大的喜乐之上 犹太人的坚守终于在一千多年以后有了结果 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回到他们祖先曾经居住的地方 国际联盟的决议得到了美苏包括中国的普遍支持 提出反对的就是阿拉伯的那几个国家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此举也被很多人认为是20世纪最大的神迹 以色列人并没有为他们的建国大典准备更多的采旗礼炮 因为他们知道战争马上就要来了 果然在他们宣布建国的第二天 阿拉伯联军开始进攻以色列 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了 这场战争也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战 以色列建国一时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正规军 他们就用自己的民兵与阿拉伯联军作战 这些民兵以前是跟英国统治者作战的 在战争刚刚爆发的五月份的时候 以色列军队只有两万九千人 而到了当年的十二月份 兵力竟然达到了十万之中 兵可以说是越打越多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 每个月全世界都会涌来一万多名以色列人 回国参战 这些人很多都是当年参加二战的老兵 作战经验丰富 他们的到来极大的加强了以色列军队的战斗力 到最后以色列军队是先败后胜 最终赢得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胜利 再以后又爆发了四次中东战争 一直达到了1982年 这五次虽然都被称为中东战争 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前四次准确的说应该叫阿以战争 是阿拉伯联军同以色列作战 最后一次叫巴以战争 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作战 那么是不是阿拉伯兄弟非常团结 他们愿意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赴汤搞火呢 其实真的不是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奇怪 按照联合国181号决议 是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别建国 以色列在1948年就建国了 而巴勒斯坦呢 他们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建国呢 即使他们反对以色列建国 也完全可以在自己建国以后再与以色列开战 其实原因很简单 他周围的阿拉伯兄弟们根本就不希望他建 不管是巴勒斯坦地区北边的离巴嫩叙利亚 还是约旦远一点的沙塔阿拉伯 以及西南边的埃及 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共同瓜分巴勒斯坦地区 而并不是让巴勒斯坦人在这里建一个独立的国家 即便这个国家是阿拉伯国家 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 在他们眼里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根本就没必要拥有自己的国家 如果你住的地方靠近约旦 那你将来就是约旦人 如果你靠近埃及在加沙地带的话 那你将来就是埃及人 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巴勒斯坦人 而且刚才我们谈到了 阿拉伯人最早跟英国人谈判的时候 他们是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就是在中东地区 包括埃及 所有讲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都应该加入一个国家 一个统一的国家 一个大的阿拉伯共和国 这就是历史上的泛阿拉伯主义 泛阿拉伯主义 实际上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 这个运动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 就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 195几年前后 而这个时间也正好是在以色列建国以后 巴勒斯坦周围的那些阿拉伯国家 不过就是想多夺取一些土地 在未来的大阿拉伯共和国中 加重自己的砝码 办阿拉伯主义运动到最后也是销声匿迹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阿拉伯国家内部也是非常的不团结 这一点从这五次中东战争 阿拉伯军队的失败也能看出来 建立大的阿拉伯共和国的这一想法 肯定是与西方的利益相违背的 不管是一战二战时期的英国 还是后来领导西方世界的美国 他们都不会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 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再次出现 这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1908年的时候 在伊拉克已经发现了石油 石油对将来世界的影响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统一的强大的又拥有石油 这样一种战略资源的阿拉伯国 是不符合西方的利益 甚至也可以说不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 在一战以后 英国愿意扶持很多阿拉伯国家宣布独立 比如说伊拉克 沙塔阿拉伯 叙利亚 约旦 尼巴嫩等等 也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大国 都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 因为通过以色列 就可以牢牢把持着苏伊士运河 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治博弈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英国当初怎么可能允许阿拉伯在这个地区独立建国 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国家 在英国人看来 这个地区被拆分的越细越好 因为分的越细才可以分而置之 巴勒斯坦1988年才正式宣布建国 那这时候那些阿拉伯兄弟怎么不拦着他了 原因很简单 经过前几次的阿乙战争 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已经知道 他们打不过以色列 当年阿拉伯联军中的带头大哥埃及 在战争中甚至丢失了自己的西奈半岛 后来以色列人非常慷慨的 向西奈半岛全部归还给了埃及 这是一个面积相当于以色列国土三倍的地区 以色列人仍然毫不犹豫的将它归还给了埃及 目的只有一个 以土地换和平 同样在1992年 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签订了奥斯陆协议 以色列承诺 他们将逐渐退出他们实际控制的加沙地带 以及约旦和西岸地区 目的还是只有一个 以土地换和平 并不是以色列人道德有多么高尚 而是他们非常清醒的意识到 他们得周围虎狼还死 如果不采用方式的话 那么他们永远得不到和平 埃及后来跟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 正式承认了以色列国 埃及也从此被阿拉伯联盟开除 看着他以前的那些小兄弟们继续折腾 很快这些小兄弟们也折腾不住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进入了冷战时期 再以后苏联解体 他们背后的靠山也就没了 也就在这时候 在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无力推翻以色列的时候 才想起了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 才支持他们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并且在背后用利益用宗教的力量 促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铤而走险 而有些组织或者个人也非常清楚 只有手段更狠思想更极端 才能在诸多同类的组织中脱颖而出 才能得到更多背后金主的支持 才能让他们更加的名利双收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哈马斯 而当哈马斯变得和以前的巴结组织一样 没有那么极端的时候 一定还会有新的更极端的组织冒出头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以色列人的和平之路还要走很久 不过也不用过于悲观 以色列最早面对的是阿拉伯联军 到后来面对的只有一个巴勒斯坦 再到现在只面对巴勒斯坦政治力量中的一支 对手已经变得越来越弱 那希望自然也就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甚至可以听到 闲着橄榄叶的和平歌 回来时煽动翅膀的声音 我知道有些善良的朋友并不喜欢以色列 他们认为以色列侵占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 但实际上在法理上 这片土地并不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他们曾经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但是他们早就失去了这块土地 这块土地的主人 是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以及后来的英国人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样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都是客居的 阿拉伯人可以说曾经拥有这块土地 犹太人也可以说 而且犹太人曾经统治这块土地 长达一千三百多年 我们很难用自古以来来诠释这块土地的归属 我们只能按照法理来说 当然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抢夺这块土地是非法的 但大家别忘了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这块土地的时候 是在公元16世纪 而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也就是关于主权国家概念的体系建立的时间 是在一百多年以后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 就是谁船头硬 土地就是谁的 有些朋友同情阿拉伯人 是因为把他们当作弱者 和越来越强大的以色列相比 巴勒斯坦上的阿拉伯人确实是弱者 但当他们对以色列人中的弱者 那些贫民 那些孩子 那些妇女 开枪开炮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是弱者了 而是懦夫 是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 认真地想一想 如果我们抛弃政治立场 抛弃宗教背景 抛弃所谓的强者或者弱者 只让我们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 选一个人做你的朋友 那么你会选谁 是以色列 还是哈马斯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